苏格拉底说,我去死了,让你们活着,到底谁的归宿更好,神会知道。 他两次放弃身的机会,义无反顾地用生命去批判,他批判的到底是什么呢? 苏格拉底之死的背后,其实是怀疑主义与伦理道德的一场殊死博弈。 我们都知道,古希腊的早期四大学派对于本源问题都持有不同的观点, 他们各疏己见,甚至针锋相对,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就是探寻世界本源和万物本质。 就此而言,他们都是客观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,也就是承认世界具有客观的本源和本质, 并试图建构关于本源和本质的哲学理论。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两大哲学思想。 到了公元五世纪,希腊早期哲学开始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城邦中大放异彩。 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在这里被推向古希腊早期哲学的高峰。 与此同时,城邦中出现了一批解构主义者。 他们站在主观主义和诡辩论的基础上,对四大学派的本源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。 他们试图颠覆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。 这批思想深刻的批判者以智者自居。 诡辩论的开创者是巴门尼德的学生,知洛。 他用著名的知洛悖论来支持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。 这时,一些反对埃尼亚学派的智者们, 很快就用奇人之道环制奇人之身。 他们运用诡辩术结构形而上学。 自此,西方哲学史上的怀疑主义思想派别就此产生。 他们既不属于自然哲学,也不属于形而上学。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,怀疑主义与形而上学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,并从未和解。 怀疑主义的基本宗旨就是, 对一切持独断论的形而上学进行拳打脚踢,使其支离破碎。 但是,这跟苏格拉底又有什么关系呢? 众所周知,苏格拉底对于自然哲学的本源论, 以及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理论都没什么好感。 从这个角度来讲, 苏格拉底应该跟以智者自居的怀疑主义处于同一阵营才对。 但这里就涉及到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部分, 也是最终将它推向死亡的关键因素。 因为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部分是, 关于人的伦理和道德的研究。 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虽然天马行空, 但并不与之产生对立。 而以智者自居的怀疑主义, 却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产生了十分尖锐的对立。 古希腊智者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, 分别是普罗泰格拉和高亚吉亚, 其中普罗泰格拉提出了人事万物的尺度的命题。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专门讲解这条理论。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城邦社会, 就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, 邦国邻力且思想自由。 而以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的雅典, 更是成为了思想家的卧土。 公共生活中的自由氛围使得辩论之风日渐盛行, 城邦民众普遍认为, 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智慧, 就看他是否具备杠金的本领。 这让一部分以诡辩书为看家本领的怀疑主义者看到了上级, 他们以智者的身份开设学堂, 教人们辩论之术, 并收取高额学费。 对此, 苏格拉底十分蔑视, 又十分不解。 这就上演了他四处找人对话的场景, 他询问各种不同身份的人, 到底什么是知识, 什么是真理, 什么是智慧。 当人们都以为他精神有问题的时候, 他得出了答案, 人是不可能真正拥有智慧的, 而那些自以为是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无知的所谓智者, 更是愚蠢至极。 苏格拉底以及他的学生柏拉图, 还有他的徒孙亚里士多德, 他们都认为, 这些所谓的智者不过是一群贩卖精神食粮的人, 他们靠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骗取钱财, 这也就造成了怀疑主义与伦理道德的矛盾的开始。 事实上, 像这种所谓的智者, 从古至今都未消失过, 他们变换着各种外包装, 打着批判和启蒙的噱头, 挥舞着锋利的镰刀, 收割着愚蠢又鲜嫩的韭菜, 比如什么司董会, 成功学, 以及那些教别人玩抖音的所谓的老师, 等等。